由日本大阪首航香港的波音787 降落在赤立角機場之後 慢慢駛入停機瓶 接受射水敬禮 乘搭首航的乘客都很興奮 下機的時候拍照留念 波音787的機身 有一半是用了較輕的碳纖維材料製造 減少了飛機的重量 所以耗油量減少兩成 另外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淡的排放量 亦都分別減少兩成和三成 客機最多可以載300名乘客 航空公司就預計選用波音787客機 每年可以省回10億日元的燃油支出 據波音公司透露 目前全球已經有56間航空公司 向他們訂購超過800架787飛機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李冠儒報導